我经常讲 中华民族总在关键时刻有这样的人物成为民族的脊梁 不是这个脊梁 我经常讲 不是大众之在支撑的关键时刻的关键人物 在大家万见俱灰的情况下 有些这样的人物成为民族的精神的图腾和脊梁 当年一批这样的人啊 年纪轻轻就干大事 年纪轻轻就丢性命 走上中国正路台 他们不是为了自己的住房 为了自己的工资 为了自己的待遇来干的 完成民族就亡 一批年轻人 年纪轻轻干大事 年纪轻轻丢性命 李大钊 37岁英勇就义 毛泽东 34岁上井昂山 开辟工农武装格局 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 朱德 30岁成为护国名将 反员护法 周恩来 29岁主持南昌暴动 奠定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基础 我说那就是一个 年纪轻轻就干大事 年纪轻轻就丢性命的时代 但当这伙年轻人走上历史舞台的时候 谁看上他们了 谁觉得你们能怎么着了 当年中国共产党成立 一伙热血青年 在上海这个十顾门房子成立中共的时候 谁看得起他们 谁没想到他们能怎么样 甚至连我们当年中国共产党的发起者 南辰北里 南面的陈独秀 北面的李大钊 他们发起成立的中国共产党 中共一大在上海成立了 他俩开会都没去 为什么呢 陈独秀当时在南方政府出任教育厅长 正在筹款 说有笔贷款 人一走款子不好办了 盯出贷款人不能去 李大钊呢 因为当时北京的北洋军发政府财政困难 停发了北京八所高校的教职员工的薪金 不是不发是没钱了 有钱再发 这八所高校成立了联合索新委员会 李大钊是索新委员会的重要负责人 整天开会忙于追讨工资 也没时间到上海 他们13个人 中国共产党的发起人 何等重要的历史地位 但当年有谁在意 中共刚刚成立 走着走散散各奔东西 有更好的叙述走了 1922年陈公伯托党 1923年李达托党 1924年李汉俊托党 1924年周佛海托党 1927年包贵增托党 1930年刘润静被党开除 1938年张国焘被党开除 中共13个代表 一大出问题的7个 半数以上出问题了 其中陈公伯周佛海当了大汉奸 抗战胜利 被国民政府判处死刑 中共一大代表与大汉奸联系起来 一种什么样的历史宿命 张国焘 因南辰北里都未与会 张国焘出任中共一大执行主席 宣布大会开幕 宣布中国共产党成立 宣布大会闭幕都是张国焘 何等重要的历史地位 最后在国民党军统代理 首相当特务 军统特务 中共一大执行主席 以国民党军统特务连起来 又一种什么样的历史命运 他们7个人 我写苦战辉煌的书里 我就写了 我就做了假设 如果历史是可知的 如果他们当年参加了中国共产党 他们就知道 他们成立这个党 28年以后要夺取全国政权 1921建党 1949建立新中国 28年时间 我说 如果他们知道这个结局 他们会不会这么做 但谁有谁知道 有谁知道 自己发起成立这个团体 将来要搞那么大的名堂 不知道 刚刚一成立 走了走了散散各奔东西 自然没有更好的去处 当然再加上严重的牺牲 王继美 1925年牺牲 邓文明 1931年牺牲 何竹恒 1935年牺牲 陈滩秋 1943年牺牲 自己走掉的 被党开除的 牺牲的 13个人 从头走到尾的只有两个 毛泽东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 董毕武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 只有这两个人 从头走到尾 中共的艰难 我们不要有什么形容词 什么副词 不要有什么妙笔生花 天有加素 无中生有 您仅仅看 中共一大十三个代表 各自走向 你知这个党何其艰难 前面有什么好事等着你 有红地毯吗 有剪彩吗 有鼓掌家道欢迎吗 不禁地流血牺牲和盼卖 以及万水千山的阻隔 З红明 靠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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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靠路